母亲 我死了 他们当中 哪个当秦王啊 大王 小人要告密 说 小人与长信侯饮酒 长信侯喝多了 说他是大王的假父 长信侯是寡人的假父 长信侯是寡人的假父 大王别杀我 大王别杀我 寡人不杀你 继续说 小人 小人还听说 长信侯与太后生了两个孩子 太后 就是为了躲避大王你 才迁到了庸长 长信侯还说 他的儿子 要做 要做王 大王别杀我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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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下我的手机 不许应证会放过你们 我们是侯爷的门客 不会投身 人谁能不死 但老外死不瞑目 我的孩儿 老天 为何如此罚我 与太后有情 或许不是大事 幻仰门客和图谋反叛 罪不容诸 落矮面对的 不是一个普通的亡 正儿来了 母亲 母亲 放下我的孩子 母亲 放下我的孩子 母亲 放下我的孩子 母亲 母亲 她醒了 母亲 母亲 求你了 正儿 求你了 母亲 我死了 他们当中 哪个当秦王啊 正儿 他们 都是你的 兄弟啊 都是你的兄弟啊 正儿 拖出去 不扶杀 不 母亲 不 母亲 不 不 映長 你 你這個天殺的 你這個天殺的 我要殺了你 趙太后並沒有肝症 他錯在生了別人家的孩子 秦王令 呂不韋 你對秦國有何功勞 秦國封你在河南 十億十萬戶 你與秦王有何血緣關係 而號稱重負 呂不韋讓嬴政做了秦王 又滅亡了八百多年的周王朝 他續養文客三千多人 撰寫呂是春秋 作為一統天下的施政大綱 呂不韋沒有意識到 他已經越位了 他的威權超越了秦王 越位的代價只能是死 到 到 大王 李四 寡人錯了 不能因呂不韋一人 而責難天下的世人 孝公用商鞅 秦國開始強大 惠王用張儀 六國不能合作 招王用犯鞅 天下 再沒有與秦國抗衡者 世人 有大功於秦國呀 大王賢德 上天 因此將大忍於大王 如今 滅六國 如同掃除灶上的灰塵 秦國 統一天下的時機 到了 大王 給我三十萬斤 收買六國全臣 六國 合縱可破 敢於反抗秦國者 以刺客殺之 大王 一統天下的時機 到了 大王 大王 一統天下 大王 一統天下 大王 一統天下 大王 大王一統天下